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豪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我的提案 翻轉歷史 為什麼開始 因為我發現我腦袋裡有一頭大顆的台灣紙姿勢 但是其他同學通通都在死背 或是直接放棄回去打排位 於是我就在想 有沒有辦法應付我所學到的東西 幫助同學更輕鬆地做 等一下 不是 學習歷史 於是我們整理出師生的感受 就是用我們的所謂的裸容來推測 也就是找出目標跟痛點 例如 好 只能死背 壓力很大 然後 毫無興趣 學歷史沒有用 課告算太多 還有教學時間很少 只能超少再過 我們的目標對象是歷史鼓手 和minecraft玩家 像是歷史鼓手 他們的痛點是 歷史背不起來 家長責備 壓力很大 無法進步 記得好吃 最後那句是誰打的 問題是 要怎麼實踐 歷史 就像是一連串遊戲 是一連串關卡的組合 那我剛才把它作為遊戲好了 當然問題是 遊戲要怎麼發揮學習的功能 我們透過普通資料 讓學習者了解更多內容 將考試重點放入主線劇情 還有對話加上印象 透過minecraft遊戲 搭配RPG的風格 建設啟發學習動機 遇教娛樂 但不是這種遇教娛樂 所以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目前 一些場景還有實際有的畫面 像這是主角的房間 還有悲難文化 他們的 算是獅坑 洞窟 還有悲難文化的村莊 現在是中路規劃 我們的文化負責設定 對話 人設還有世界觀 那場景就是負責蓋裡面的 就是建築室啦 負責蓋裡面的場景 什麼的 然後我們推廣的方式是用FB IG 巴哈 G0V PTTA 不要問我PTTA 然後 我們預計分成三部曲 台灣史 中國史 和世界史 我們會先把它分成三個 劇情上各自獨立的小世界 最後再以主線貫穿 進入最終世界 那我們希望能讓更多 我們希望能讓更多學生們 以輕鬆移動的方式 學習歷史 不再被傳統框架所限制 希望未來我們可能會用這個專案 作為基點 建人去製作更精美 專業的獨立遊戲 等我這樣9號 又有台 如果加入我們 條件 滿滿的熱情 無論你是想進來看看 還是加入團隊 全力投入 我們的歡迎 我們目前需要是 建築師 紅石機關師 還有指定師 文案 有興趣的可以掃這個QR Code 進入我們的Discord伺服器 好 這樣 謝謝各位 我們非常感謝小朋友